今天我们的信息会谈到喜乐 在基督里面呢 这个喜乐是超自然的喜乐 我们在人生里面都有大大小小的快乐的时刻 我们今天我也特别高兴 因为我看见我们从福尔德来 他是一个与资源界非常吻合的 与nature, one in nature的一个人 其实在他身上有一些很特别的熟悉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 但是基督徒太忙了就做不到 记得在我一篇信息里面谈到智慧的宝藏 智慧的那个pyramid 其中有一层呢 就讲到我们与一个智人界 与智人的万物 能够合而为 所以今天呢 我要讲一篇信息 让大家真的懂得 这个喜乐究竟是如何的领受 如何的有这一种的喜乐 这个贴撒罗呢 贴撒罗里加前书第五章十六节 很短的 十六节 十七节 十八节 十六节说 要长长地喜乐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讲解的经文 要喜乐就是一种命令时的喜乐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讲解的经文 要喜乐就是一种命令时的喜乐 这个是一个命令时的 我们要喜乐 所以是不是很奇怪呢 明明很忧愁 文明很伤心 你为什么叫我喜乐呢 怎么喜乐出来了 就好像一个孩子 他要哭 但是你打他 不要哭 不准哭 要笑 人最难过的就是 里面非常难过 但要在人面前笑 很开心 如果让他大哭一强 他可能更开心一点 但是非常痛苦 但是你要在人面前 笑得很开心 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 非常没有道理的一种命令 你们要常常喜乐 不单只喜乐 还是要常常的喜乐 第十语节 不住的祷告 所以最近我们谈到祷告里面的精纯纯 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祷告里面的纯纯的 那个纯里面的爱 所以喜乐 祷告十八节 凡事谢恩 这个要呢 就是这个command 要就是要做这三件事情 原来这三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你不喜乐 你就不会谢恩 如果你不喜乐 又不谢恩 其实你的祷告也不会真的有用 所以你看见 这三件事情是连在一起 我们连在一起 你得着 你就得着这三件事情 你得不着其中一样 其实你三样都得不着 原因是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是不是很清楚啊 你不需要寻求神的旨意 神在基督里面 向每一个基督徒 定下一个旨意 这个旨意就是 每一个人都要 常常的喜乐 不住的祷告 然后凡事谢恩 and the will is rejoice always pray without ceasing and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basically it's like rejoice in always all the time pray at all time pray all and then thank you for all grateful heart for all at all time 这个frequency 就是不住的 做这三件事情 并且这个也不是optional 神定着旨意 this is not an option it is God's will His command so then 我要 最简单的来讲 so put it in a simple way 就是离西米纪里面 八章十节说到 你们不要忧愁 因为靠耶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Nehemiah chapter 8 verse 10 Do not sorrow for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我们从小的时候 就唱一首歌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就是 这个喜乐是一种的力量来的 so when I was young we were singing a song called 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and this joy is really our strength 就是 如果没有这个力量 这个车子 这个船 这个人 其实是动不了的 if without this strength then this car or this boat or this person will not be able to operate 这个力量 如果你觉得没有力量 if you feel that you don't have strength 一定 一定是你不喜乐 it must be because you don't have the joy 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我亲自跟我讲 so today on our way here my wife told me 我以前去中国呢 跟张一南 那时候聚会 so when I was in China I was meeting with Pastor Zhang一南 她给我的时间表示 八点照 八点钟聚会到十二点钟 十二点钟 吃饭到一点钟 一点钟至五点钟 是聚会 五点钟到六点钟 是晚饭 六点钟到十点钟 是聚会 是几天的 聚会 所以我去那个 我们以前的 万音教会 到哈尔滨里面的聚会 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两三个小时 休息 两三个小时 休息 两三个小时 休息 总而言之 就是十二个小时的 讲道 七天 其实蛮辛苦的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在中国 去拆中国的时候 冷到就是我们 去聚会 就是没有暖气的 外边下着雪 所以我都穿着大衣 来讲道 然后我讲道的时候 口就 气出来是白湿的气 因为很冷 那个时候 有时候 我受到感冒 但是我 照常的聚会 我冷得 辛苦得不得了 但是 在很辛苦的 日子里面 为什么 我很有力量 因为有一股的喜乐 莫名的喜乐 在我里面 吹逼着我 可能基督教 叫它做负担 很有负担 这是我里面 非常希望 能够把 属灵的东西 分给 这些人 所以我里面 有一种的喜乐 有一种的rush 弟兄姐妹 在人生里面 会有很多的 挑战 很多的贱难 如果你里面 没有一种喜乐 如果你里面 没有一种喜乐 你里面 没有这个 不能够享受 不能够喜乐的话 你的痛苦 就是白倍的 加倍的 上去 有些人 上班 非常辛苦 但是如果 他 enjoy 这个 job 他们 喜欢 这个 里面有一种 喜乐 你一定要 有一种喜乐 不然的话 你的人生 是很痛苦的 所以 你看这个 喜乐 是一种的 力量 好像 像gasoline 一样 好像 我们需要 这个喜乐 我们事奉 需要这个喜乐 我们照顾所有的人 我们需要这个喜乐 这个喜乐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然后呢 这个喜乐 绝对是超自然的 我谈这个喜乐 不是地上的喜乐 是种 凌赎天的喜乐 我们看过 《使徒行卷》 16章 这些犹太人 在官方面前 告诉保罗彼得 这些人 其实讲的话 是害我们的 所以众人就起来 打他们 攻击他们 摸掉他们的异常 要用棍子打 打了很多棍 你们有没有 试过给人打 用棍打 是很疼很疼的 很小人也有这样子的经历的 这个棍子的打人 是很疼的 因为它不是铁棍 它不是刀 这个棍子会 You break your bone You keep on breaking You break it 所以他们打 他打得很惨 打很多棍 然后把他们 下在监牢里面 监牢是很可怕的 监牢 那个罗马的时候 然后两个脚上 锁了这个木狗 基本上什么都不能够动 这个呆在哪里 你坐在那个地方 一定是石头的 是没有什么 束缚的垫子给你的 一定是很幸福 很幸福 全神要给人打得 那么辛苦 但是保罗与希腊 我们记得那个故事 他们哪里 是在尝试赞美神 然后我们知道 后来地球震动 门就开 天使要来 你看见他们有一种喜乐 任何人被人打成几个样子 都不会喜乐的 And we know that the earth quake and the gates were open And the angels came and rescue them We know that anyone beaten will not have that kind of joy 使徒行传第五章 又讲到 保罗又给人打了 And then Acts chapter 5 it also talks about Paul being beaten 他的门徒 把他们打了 要吩咐他们 不可奉主耶稣的名聚会 So the apostles were beaten and they were commanded not to speak in the name of Jesus and not to meet 41 他们离开公会 心里面 欢喜这个事 快乐 心里面快乐 因为算是配为这个名受益 And they departed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council rejoicing that they were counted worthy to suffer shame for his name 给人打了 Being beaten up 他的反应是很开心 The reaction is rejoice 因为我为了主的名来被打 They were rejoicing because we are beaten in the name of Christ For the name of Christ 你有没有做主公 没有做错事 但是有人骂你 So have you ever worked for the Lord And you haven't done any wrong But other people They are scolding you 愿望你 Or they just misunderstand you 愿望 They frame you Purposely Purposely frame you And say that you're wrong 你的感觉会怎么样 What would be your reaction or feeling 是不是觉得很不分 I didn't do it 我没有这个事情 Would you feel like Hey that's unjust Because I haven't done that thing 你们不可以讲你对我 You can't treat me like that Is what I have rights 你会有这样子的 非常的痛苦的反应 You would have that kind of very painful reaction 但是如果你看圣经呢 But if you look at the Bible 我可能应该是道过来说 我很欢喜快乐 因为我配为神的名 为神的事工 便欲骂愿望 原来如果你是不配 神都不会让你为祂受苦 所以你看见这个喜乐是超自然的 初期教会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儒仆 所以他们讲常常祷告 你以为他们就是可以去祷告会 可以什么 没有祷告会的 他们是儒仆 他们不能够去聚会的 So when it says pray without ceasing Do not think that they can always go to prayer meetings They are slaves They cannot go They're working all day because they are slaves They don't have a break 他们的 whole day is a slave 所以他们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里面 但是他们常常祷告 凡是谢恩 如果他们能够做得到 我们更能够 So if these Christians who are slaves They are always praying without ceasing Rejoicing and giving thanks If they can do it 在哪个时候 彼得那个时候讲到 彼得一章里面讲到 哪个时候 黎路王那个城已经是 有很多人是为信主来蚕食 你知道他们走过 我讲过 走过每年要走过教税的地方 如果你不宣告盖撒之主 你就要被佛笑 常常有教会里面的人 被人抓去挂在木头上边 刀上一点油 就当一个佛柱来笑 就在这一个背景之后 彼得说出什么 彼得前书一章八节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睡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他们不是在过新年 过圣诞 很快乐 所以喜乐 他们有很多人被火笑 他们很多都是 在非常痛苦的环境之下 彼得讲 有人有这个荣光的大喜乐 今天我们在很快乐的时刻 都可能没有有荣光的大喜乐 所以基督教里面说 谈的那个喜乐 绝对是属天是属灵 是绝对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 好像哈巴菇 他说 那个庞奈里面 有没有牛 有没有羊 那个木发果树 又不结果子 什么都不出来 但是我要以烟花喜乐 所以你看见基督教的喜乐 是一种超自然的喜乐 这个喜乐 是今天的基督徒 很小所拥有的 我很小见到基督徒 能够在大患难里面 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 好像这一个喜乐 是一种的怪物 是在初期教会才有的 给人打 又觉得很欢喜 能够配 给人打 现在在监督里面 都尝试赞美神 是不是我们还有 有没有他们所有的喜乐 是不是 are we missing something 你们觉得我们 有没有他们这样子的喜乐 今天我们要讲到 再研究一下 这个喜乐 究竟是什么样的喜乐 在我们的稿子里 大纲里面写掉 三件事情 这三个事情 我刚才谈的那种喜乐 不是普通的喜乐 是那个超自然的喜乐 有三样子的原子在里面 如果你不认识这个原子呢 你基本上就不认识 不明白这个喜乐 是什么 不要谈你有没有这个喜乐 因为你基本上不懂得 不明白这个什么叫做 这个喜乐究竟是什么样 所以第一个原则是 喜乐才能够赞美 凡是谢恩 赞美就是一种凡是谢恩 就是如果你没有喜乐呢 你就不会赞美的 你赞美 因为你很喜乐 就是你赞美主 有唱歌怎么唱 赞美主 赞美主 但是你赞美他什么 就是你里面有一种的喜乐 所以你赞美 如果你非常痛苦 非常不开心 那个时候你要赞美了 你的赞美是很古怪的赞美 就好像一个孩子 非常痛苦 然后你就打他 骂他 就说快不快乐啊 然后他的孩子说 很快乐 所以你知道这个赞美呢 里面实在需要有这种喜乐的 所以这个赞美 神最被荣耀的时候 是怎么样 就是你能够在他里面 最满足的时候 这个是属灵的原则 我们细想一下 什么是你跟神之间 神最满足 神最快乐被荣耀 就是你在他里面 觉得很享受 很快乐 就是你爱一个人 你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这是哪一个你爱的人呢 在你里面找到他最终极的快乐 我为什么很爱我 有一件帽叫做King King 因为你抱着他的时候呢 他说 很享受 就是我跟我太太 一同抱着他的时候呢 他喜欢我们两个一同抱着他 他就在我们的外抱里面 非常的满足 所以这个满足 叫我跟我太太 非常快乐 如果你抱着一只猫 然后它就会跳走 它基本上不理你 它不在乎你 你怎么样 你就不能够夺取你的心 但是如果你抱着一个动物 它就是好像全人都投在你的里面 哇 真是非常非常开心 这样子呢 你就觉得 哇 这个动物很好 所以你有这个孩子 如果在你的外抱里面 很满足的样子 这个父母就很开心 所以神呢 如果觉得我们非常快乐 喜乐地在他里面 神就心就最开心 当神看见有不开心的基督徒呢 这个是神最不开心看见的事 所以英文讲得很好的 他说 神最快乐的时候 这是我们在他里面找到 我们最好的满足 所以呢 我们要看多一点事情的 神的恩典 是 我们有很多事情 看上去都不好的 但是你不要常常 看 the bad stuff 你会看 the good stuff in your life but do not always count the bad stuff but count the good things the blessings in your life 所以这个 凡是谢恩 so this giving thanks in everything 就是一种的 在神面前 一种的满足感 it is a feeling of satisfaction before God 就是他为我们写命 他有很多恩典 给我们的 that he gave his life for us he has given us so much grace 有哪一个人 他生命里面 领受神的恩 是配得的 which person on earth is worthy of receiving the grace of God did anyone have anything any grace from God is because they earn it there's no such things nobody can earn anything it's all his grace 所以你一定有很多的恩典 可以数算的 so there must be a lot of grace a lot of blessings that you can count 好像一首歌是吧 不要忘记他的恩典 我很喜欢那首歌 like there is a song where do not forget his benefits 不要忘记他的恩典 就是人不要忘记 他的恩典 that we should not forget his benefits his blessings 无论你有多少 不快乐的事情 可以数 no matter how many sad things you can count 你总比不上 他的恩典更多 it cannot match all the grace he has given to you which outnumber all the sad things you can count 他的恩典一定 比你的不好的事情 更多 so you have to count the blessing 这个是凡事谢恩 昨天晚上 就是袁绍节 是上海 我跟上海 礼拜天的聚会 我跟他们聚会 你知道上海 现在这个环境 真的不简单 所以他们的唱诗 很开心的唱诗 穿得很漂亮 很开心 他唱一首歌 就是叫做 这个歌是他们自己做的 叫做 神祝福你 让你笑年 你的笑容灿烂 让你喜乐 然后我讲到 我知道你们 我听到很多的新闻 我知道你们现在实在不容易 虽然他们每一位都很笑容 在这个网上 我看见每一个都很笑容 我说我知道你们不容易的 当我说 现在中国是很多事情 但是他们很充满了喜乐 我真的感觉到 其实我们美国是最有福气的一群人 但是美国的基督徒 最不太懂得数算神恩 所以这个喜乐 第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能够凡是谢恩 我们里面有一个不住的喜乐 这样子 神是最开心的 所以讲新一点就是 God is glorified when I am most satisfied 这好像你的太太对你讲 你的情愿对你讲 I want to be with you 我在你里面最得到喜乐 这个其实是honor and that is honoring I want to be with you, God You make me glad more than anybody 如果有人对你讲你说话 这一个是令你最快乐 又是一种对你的honor 你真的希望为什么 那么你的丈夫跟你一起 因为这个丈夫在你的身上 得到最大的快乐 and you hope that your husband will be with you because he finds the most joy in you 你也希望你的儿女 很爱你们 因为他在一个父母的身上 得到他们最大的满足 and you also hope that your children will love you because they can find the biggest satisfaction in their parents 因为这一个的叫做满足 是一种的pricing 这是一种的真实 and this satisfaction is a type of cherishing 就是如果我很爱让的东西 很爱一个人 我非常真实 is that if I love something or some person then I would cherish it 是吗 就是我跟他一同的时间 是最宝贵的 因为我 cherish every moment with that person 这一个 cherishing 这一个的真实 就是爱的最终极的assence 那个动力 如果两个人相爱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是最快乐的时刻 就是他们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最快乐的时刻 因为他们彼此chereach 就是真实在彼此之间 如果丈夫妻子就是 有你也可以 没有你也可以 feel the same 这样子就是问题的开始 好像我每次去的母亲 我记得她很想见我 但是我很忙 但是每次见面 我们都很chereach each other 但是我这个比较灵的人 所以我不需要见你 我都很chereach 我在灵里面 跟你是连在一起 就是这一个 deeply cherishing 这个price you are pricing so high 这一个chereach 其实就是honor and this deeply cherishing is actually honor 就是看重 that you see this person as important 所以你说 我尊主为大 you say I magnify the Lord I see the Lord as important 就是你以他 为你最cherished 最真实的 最宝贵的 that the Lord to you is what you cherish most the most precious to you 解一个chereaching and this cherishing 就是这个爱 and is this love 这一个chereaching 就是这一个joy 就是这一个快乐 and this cherishing is the joy 我跟Mandy结婚 and I married to Mandy 因为我在她里面 当然我非常真实 她chereach of course I cherish her 但是我在她身上 找到我心里面的快乐 in her I find the joy and happiness 如果你在一个人身上 哪个人不能够成为 你的快乐 that person cannot be your joy 你可能不是 那么爱这个人 maybe you don't love that person that much 因为这个人 不是叫你快乐的 because this person is not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happy 是吧 好像一个人 非常喜欢 一个chereaching like if someone loves driving or cars 他一看着这个chereaching 就开心 he sees his car and he's rejoicing he found joy in that car he finds joy in the car 早上 Steph Curry 很喜欢那个basketball like Steph Curry loves basketball 每次他到打篮 起的时候呢 他就很快乐的 and every time he plays basketball he is very happy 中间打得很辛苦 但是很快乐的 even though it may be a tough game but he enjoys it 有限制 你一定要在 你所做的东西里面 找到这个喜乐 不然的话 你是不是真的爱 这个东西 so you really need to find joy in the things you do otherwise you don't really love what you're doing 所以这个爱 so this love 其实是一种的真实 is actually a reality 现在呢 我们要进入 用这个 如何能够 真的拥有 这个超自然的喜乐 so how do we receive this supernatural joy 我找到三个方法 I found three methods 其实有很多方法 actually there are many methods 你可以读很多书 you can study a lot 然后有很多的提议 怎么能够快乐 and then have a lot of suggestions how do you become joyous 因为这个 快乐是一个 很微妙的东西 就是你有时候快乐 但是慢慢你就不快乐了 because joy is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you can find your joy and then later on you are not joyous so to make somebody happy is not hard to make that person forever happy 这个长久的快乐 这是我们谈的 超自然的快乐 这个是非常难的事情 and to make someone happy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 is supernatural joy that is very hard 情侣有时候 看见大家很开心 很开心 so sometimes lovers they're very happy when being together 几年之后 再见就没有什么 but few years later they don't feel anything they just get used to each other 习惯的东西 也不是那么精彩了 sometimes when you get used to one another there is no excitement 就是我谈那个喜乐 不是谈一时一间的喜乐 when I talk about this joy it is not just a joy and happiness for a moment 一时的喜乐 是很容易找的 it is easy to find like a short term and one moment happiness 如果我们今天 开party 有很多东西 很好吃 都很快乐 if we have a party today and we have a lot of good food then yes everyone's happy 但这个快乐 不会长久的 but that happiness will not last 你去看一部 很好看的电影 you watch a great movie 很好看 wow it is so good but that excitement will not last long definitely not for it don't last you a few years so我们谈这个超级 如何能够 抓到 在基督里面 抓到一个 永恒的 这是不要讲 永恒那么强 讲强久的喜乐 so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how to receive this joy we're talking about supernatural eternal joy 这个喜乐 是based on based on一个 真实 一个pricing很高 我要得着 so this joy is based on this pricing or cherish so the first one is desiring and pursuing Christ 这个是密切派里面 最喜欢谈的 就是 科目神 追求神 and this is what mystical masters love to talk about desiring God and pursuing God himself 那这一个喜乐 是要追求的 and this type of joy is something you need to pursue 这一个喜乐 不是可以 坐在哪里 有天掉下来 and you can't just sit there and wait for the heavens to drop it to you 你怎么能够 追求主 so how do you pursue Christ 我要看很多 神学家讲 不同的意见 so I listen to a lot of theologians a lot of suggestions 但是我非常同意 其中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 we were made to share the delight pleasure in his son 就是 神是天父很爱 他的儿子 so I agree with this sharing where it says we are made to share the delight pleasure in his son that God really loves his son 然后他 减算了一群的人 and he has chosen a group of people 创造这一群的人 he had created this group of people 是要他们 是要他们 与他一同的 去享受 find delight in his son 就是在他基督里面 得到这个喜乐 so that together they will find pleasure in Christ in his son 真的 我觉得这个 就是真的 创造的原因 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 基本上不需要创造 他们是非常喜乐的 这个父非常爱这个子 所以他要创造一群的人 基督的信妇 教会 来一同的爱耶稣 但是一个爱什么 find delight in the son 就是在基督里面 得到这个父对他的喜乐 to love Christ and to find this delight in the son ok 所以呢 让我们再backtrack一样 我们常常 爱耶稣是怎么爱 so how do we usually love Jesus oh 我是一个罪人 oh I'm a sinner 我要下地狱了 and I'm going to hell 主耶稣定时在 oh Jesus went to the cross 拯救我 save me 现在我不需要下地狱了 and now I don't need to go to the hell 我轻易了 I am sanctified 我可以上天堂 and I can go to the heaven 这个就是通常人 爱耶稣的原因 so you love Christ so actually what you're loving is that you love the process of not having to go to hell and you can go to heaven you're not really loving him 那即使上你不是爱 他好像父爱子这个爱 so at least you're not loving him just like how the father loves the son so you找不到 父在子里面找到那个喜乐 so you would not be able to feel that joy how the father loves the son so you would not be able to feel that joy how the father loves the son so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feel that joy so you need to think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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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e theology goes this way so I'm not seeking his hand 我不是寻求他的手 他的作为 他的诸福 他的保护 我是寻求他的面 这就是密切里面讲 我追求的是主自己 有首诗歌都唱的 是传统教会都唱的 以前爱的是主的恩典 现在爱的是主自己 这一个就是 你能不能够进入密切 追求主的一个分界线 很多人分不出来的 我爱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是我的救主 他救我不需要下地狱 救我能够有永生 我感谢他 但是这个还不是爱他自己 如果他没有救你 就是没有救你 你还是要下地狱 你会不会爱他 所以磕慕神的人 追求主的人就是 我爱他就是爱他自己 不论他给我什么 所以Prisilla就是这些 密切的卷家 因为神教她一生痛苦到 不得了地在治病里 几十年里面是 二十四小时的 没有一天 没有一分钟 她是没有疼痛的 所以这个逼着她 如果她能够爱耶稣 绝对不适应着 任何原因 所以我为什么告诉Vivian 你还是不要太追求密切的东西 因为你追求密切 你会受很多苦 因为痛苦来的时候 人很难去爱神 疼疼的不得了 每一天每一刻 然后你就慢慢就觉得 你有感觉不到他 你在黑暗里面 你听不见他的声音 在完全这个nothingness 这个无有里面 如果你能够爱神 如果你能够爱神 你一定是爱他自己 因为他在外边 没有什么恩典 没有什么的祝福 完全是一种 痛苦到不得了的人生 因为他在外边 没有什么恩典 不得了的人生 因为他在外边 没有什么恩典 没有什么的祝福 完全是一种痛苦到不得了的人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分开 让你这个人性能够了解 我爱的是什么 你是爱神的恩典 当然我们应该爱他 因为他拯救我们 但是你是爱他的祝福 你爱他的恩典 你爱他的同在 如果这一切好像约伯 所有都是 最后心下什么都没有的痛苦 劳愧里面的约伯 如果都能够爱神 那这个爱神 就是爱神自己 爱主自己 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子的 属灵的亮光 能够从这一片心事里面 就分得出 如何是追求主积极 我就祝福你们 不需要受很多的痛苦 就能够进入密集的门 我相信有可能的 有些人是神 把他提升到他的面 所以有些人 神把他提升到他的面 因为他要提升你去 这个也是一种的恩典 但是通常都要经过 一种苦难破碎 交接一个人分得出 我是侍奉殿呢 还是侍奉神 因为这个喜乐 如果要发生的话 一定是对着主 一定是在追求 主自己的人的身上 所以腓立比书 三章十四节 向着标杆直跑 叫press 要press on的 是要追求的 是要付上代价的 press in 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 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 这个奖赏是神的祝福 或者是神自己 所以这个奖赏 whether it's the blessing of God or God himself 要press in 如果你是追求神的祝福 你不需要press in很多 他都会有很多祝福给你 但是如果你要追求的是神自己 你是需要付上代价去press in 但是另外一个方法 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刚才讲的第一个方法 是一个原则性的方法 超自然的喜乐 只会发生出现在 这些追求主自己的人身上 第二个就是认识神 我讲这个know不是 我们来的聚会就是想学多一点 know more 我们每天读经 祷告 都是希望能够知道祂多一点 但这一个要take another notch 这一个knowing 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and we have to take this up another notch to what extent does this knowing have to be 就是 let his vision fill your mind 就是愿要追求它 让它能够充满你整个的思维 就是让基督盖过你所有其他的东西 so let Christ eclipses everything else in your life eclipses那个字 昨天跟他 let the thought of Christ knowing Christ his vision let Christ eclipse all your other thoughts 这个know 是真的去开始知道祂 so in that knowing is really the beginning of knowing Him 很多人都是基督徒 当然我们是认识主 so a lot of Christians and of course we know the Lord 但是真正的know Him but the true knowing of Him 使用主 在top eclipse 所有你的其他的思维 is to let Christ eclipse and override all your other thoughts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and that is very very not easy 它要超越你的婚姻 要超越你在地上一切所爱的 他要超越你的地上的成败的事 他要超越你在地上属灵 所有的地位权柄 他要超越所有其他人 怎么开你 超越你整个家庭里面 所有的成员 当你要他在 所有一切之上 这个时候你才会有机会 to really know Him 所以不容易 有很多接触的事 虽然讲就是想属灵 但其实蛮属地的 他们的思想里面 所有都是 上班照顾孩子 everything is on earth 当然要讲 因为你是人嘛 你有这个责任嘛 但是我讲的这个是 密切的一个属灵 就是 让基督超越 所有你在地上的东西 在哪一个时候呢 在这个点里面呢 你会发现 你开始 really know Him 所以 证言里面讲到 精会 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 to know 认识 智慧 才是聪明 就是我们的眼睛 看着很多地上的事情 要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但是如果我们的灵 能够看高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是看见上面的神的 这个聪明就是有一种的 enlightenment 灵是开通的 所以我知道 这个 Vivian以前 都有很多东西 但是我告诉她 神就莫夺你 叫你什么都没有 你要在 nothingness里面 在没有 无有的光景里面 能够爱她 将来的 丰富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得到她 所以很多密切的大师 他们都写其一切 叫自己进入一种的 nothingness 因为在nothingness 在这个无有的里面 你更加能够分清楚 我是爱她 或者爱她手里面的祝福 在nothingness 在无有的里面 我才能够知道 and only in this nothingness would I know 我认识她 that I know him 她是不是在我 所有的思维之下 and whether he is truly above all 其实呢 这一个就是 主义说说的 要尽信 尽信 信就是这个 emotion he's on top of all your emotion 尽信 all your spirit 尽意 这是所有的mind and this is what Jesus said we have to love God with all our heart all our spirit and all our mind and that includes our emotions 当到那个 ultimate 那个境界的时候 是很高峰的 and when we can reach the ultimate with all our spirit heart and mind and that is the peak 所以刚才讲了两点 你们回去细想一下 so let's go back and think about go home and think about these two points 希望你能够成功 hopefully we will all succeed 你要领受这个 超自然的喜乐 that you have to receive the supernatural joy 好像初级教会 just like the first century church 好像保罗所讲 just like how Paul said it 这一个超自然喜乐 完全是在追求 主自己 和认识神的人 and this supernatural joy is totally for those who pursue Christ himself and those who know God otherwise 就是讲就讲 但是你实在上做不到 because without these and actually just talking about it you can't achieve it and the third one is rather practical 但是很喜欢讲的 but not many people talk about it 第三点 这个方法 当然这三个方法 都要做 但这第三个 最绩晓 我们都可以做 so these three points that we all need to do with them all but this third on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practical we can do 这是《使徒行传》 第二十章三十五节 Acts 2035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Paul said I have shown you in every way 教你们知道 应当 怎样 劳苦 by laboring like this 所以美国的最喜欢 越不做事情越好 越不劳苦越好 但是这个使徒行传说 我给你们做榜样 叫什么 劳苦 应当这样子的 work hard But Paul is telling I'm setting you an example that we should we ought to labor work hard 美国是一个 最奖 luxury的国家 so USA is a country that always talk about luxury and enjoyment 一辛苦一下 太辛苦了 just a little bit of tough time tough work and we say oh that's too tough 你知道世界上 其他很多 第三季节 多小人的工作 是多辛苦的工作 你知道在中国的 框场里面 的人的工作 是多辛苦的工作 你知道英尼里面 有很多很多劳工 他们的工作 是多辛苦的工作 怎样子呢 比如说 你们应当怎样子劳苦 Paul was saying that you should labor like this 劳苦为什么 for what 福作忍弱的人 that you must support the weak 应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and remember the words of the Lord 斯北受 更为有福 that he said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listen to this carefully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 we miss it we miss里面那个精神 就是 斯北受 更为有福 that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所以我要劳苦 so I have to labor 让我能够帮助很多人 so that I can help a lot of other people 我不是劳苦 为这一餐饭 I'm not laboring working hard for my meal I work hard 我lay down myself 我就是 之子辛苦 让他人得福 是吗 I work hard I labor myself so that other people can be blessed 我劳苦 因为我要失去 因为我失去的时候 我就更有福气 I need to labor because so that I can give and when I give I'm more blessed 所以现在我用一个比较没有那么臭相的话告诉你 so I give you a more less abstract way of explaining 这个福就是一个喜乐 so this blessing is a joy 我里面有喜乐 so I have joy inside 我这个喜乐会冲出来 and this joy would rush out 好像要进入你们里面 as if to gush to you 让你们都能够喜乐 so that you guys can also have this joy 当我看见你们喜乐的时候 and when I see you all joyous 我就自己更加的喜乐 I would be happy myself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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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re I want to pour out myself 叫他人得福 so that other people can be blessed so that other people can be blessed so他人得福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很喜乐了 and when other people are blessed they are very joyous 我就更加的喜乐了 then it adds to my joy become more joyous 这个虽被受更为有福的意思 是说 我们以前想 我有钱给人 当然 比起这个很穷的 需要我的钱的人有福 so this saying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we used to think oh if I'm the giver that means I'm richer of course I'm more blessed than the poor person who's receiving 这里说 就是你倾倒自己 你牺牲积极 but here it is talking about that when you pour out yourself you lay down you sacrifice yourself 来成全他人的时候 to fulfill other people 因为他人 因着你的倾倒 得到喜乐 and then other people because of your pouring out they can be joyous 你的喜乐 成为更大 then your joy would increase would be greater soy所有的其他的宗教呢 都很喜欢到 那个深山椅林 深山椅林里面 so other religions people are encouraged to go to like a quiet the woods forest to meditate so connected with God 我说你生 everybody else I don't care I am good 就是 所有的宗教 都是这样子的 so all other religions they are focusing on 所有其他人 都不与我不关 I am good 这是这样子的 个人 当然基督教都有 很单独 对神之间的 面对面 基督教的属灵 是以四处 才能够 更大的祝福 to get more 基督里面的喜乐 超自然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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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 Paul is saying that I hope they will not forget You guys should work hard to give out to give out to give out 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说 四备受根 我要付 所以这一个循环呢 是基督教是以 失去 以制止 付上代价 即使 denine yourself 叫他人得福 为得到最多的途径 because in Christianity It is through giving out and laying yourself and sacrifice yourself and bearing your cross so that other people are blessed and then you will get the greatest blessing It's like saying to say How can I get more Well give more You give more You get more I'm not talking about offering or tithing I'm talking about your life The more you pull out to make other happy the more you are happy the more you are happy the more God is happy the more God is happy everybody is happy and everybody is more happy so he is more happy 这个喜乐是这样子的 是以失去 能够加添更多 by losing you actually gain more 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 This is something we can do 超自然的喜乐 so this supernatural joy 是在一个超自然的 四处的循环里面 It is in the supernatural cycle of giving and receiving 让我们去祷告 Let's bow ahead and pray 切诸说 Dear Lord Jesus 这个喜乐 This joy 听了解一个信息 有些人都可能不会刻目 Even after when we listen to this message Maybe some people will still not desire this kind of joy 因为好像代价太大 但是主啊 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教我们真的知道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 追求主集结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 know him 真的认识他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活出 四倍受更为有福 这个损还 我相信我们得着的 不单只是一种超自然的喜乐 I believe what we receive will gain is not only the supernatural joy 我们会领受 这个超自然的平安 But we will also receive the supernatural peace 我们会领受 超自然的权柄 We will receive this supernatural authority 求你的道 继续对我们说话 We pray that your word will continue to speak to us We pray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men We pray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